任何一支成熟的運動團隊 都需要資深選手作陣 探開本季統一式的陣容 恰巧新生老少配 高國慶 劉富豪 楊健福 都是六年級生 高志剛 潘武雄 潘維倫 則是七年級的前段班 擁有豐富經驗的同時 更要對抗體力維持 以及運動傷害 潘維倫跟楊健福來講 潘維倫的影響 當然是更加的巨大 至少大概就是固定的 一個鮮罵頭 可是他一不行 那其實統一 我想去年到今年 我相信星球季最大的問題 絕對都是投手 劉富豪主動宣佈說 這一季打完就要退 我認為這是對他個人 還有對統一球然 是一個最好的發展 甚至我覺得前面所提到的速度戰 因為畢竟劉富豪過去 到現在他都是有速度的選手 相信他這一年 他可以毫無顧忌的去執行 黃甘寧總教練下達的一個任務 資深選手的經驗無可取代 也是統一這幾年換血的重要依靠 但怎麼完美融合 打出教練想要的速度野球 絕對沒有想像這麼簡單 現階段中華職棒很明顯 當然這也是世界棒球的 有點趨勢就是說 道磊他本身不是一個主流 那大家也認為他的受傷的風險性 會是比較高的 其實去年他就喊速度戰 結果實施的成效是很不理想 比較資深的選手 你叫他做速度戰的配合 其實本來就有很大的一個困難 黃甘寧教練由他自己個人的一個背景 他會期待說有這樣子的一個表現 可是一時半刻看起來 今年即便在喊出這樣的一個口號 或者說這樣的一個目標 我覺得達成度不會太高 就是說我指的是純道磊這個部分 評估投手 達線破壞力 和手臂的穩定度等等 同一開機都面臨考驗 哪怕天想要感受多年沒有享受的總冠軍香檳 可能從上到下都得花更多腦筋 布蘭町虛無進口狂化軍採訪報導 都在遊 Лю醫院 1 2 3 6 6 6 9